这个好副主席跟郭台铭先生沟通这件事情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些沟通的管道 比如说张显耀先生的确也是有打电话来跟这个郭台铭先生来沟通 那那时候传达的讯息就是 吴主席一直说的希望能够跟郭台铭先生能够坐下来碰个面 那我昨天也强调说如果真的是要碰面 用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时间点 的确在这中间过程当中发生这么多情形的情况之下 两个成熟的大人心中难免会有些尴尬 所以要给他们多一点时间让他们沉淀思考 然后找出一个最好的碰面的方式